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首先这也是需要你这个经历者 要有这个毅力 在大山中能待三个月去寂寞远眺 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我就说的 一你是个低度的近视 其次呢 很可能还是一个假性的近视 我们也知道 我们的眼球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 除了它有趋光和感光的作用 就是说我们的角膜晶体和视网膜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调节作用 它就是通过我们的瞳孔 瞳孔的肌肉 让瞳孔变大变小 然后 筋状体的悬念带 通过它的收缩和放松 使筋状体变厚变薄 然后来改变我们焦点的位置 然后达到了我们看东西 永远看东西 保持在一个清晰的状态 低度近视 大部分都是调节性的近视 我们就说主要是在于肌肉 瞳孔的肌肉 以及精状体悬念带的力量 这方面导致了近视 我们的瞳孔的肌肉 得到了一个放松 心态得到了放松 然后精状体悬念带 整体全都得到放松 在这种情况下 又有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你的低度 确实有低度近视 我想治疗 就是有效 甚至治愈的可能性 这是有的